县府投入2亿580万元进行图书馆改建 今天上午由县长潘蒙安与各界贵宾一同开工动土 祈求工程顺利圆满 文化处前身为中正图书馆建管已遇30年 内部空间不足 动线不良 设备也老旧 县府于是启动原职诊件计划 今天动工也开启了我们未来在整个屏东 县的艺文活动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也当我们未来在2018年要推广 屏东文艺复兴的一个领头羊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赶快尽早完成 让我们的县民青少年朋友有更多 或是年少年长者或是幼儿 有更多的一个阅读修器的一个空间 负责总图诊件的建筑师张马龙表示 总图总楼地板面积约2573平 是老建筑融入新生命的绿建筑 规划有儿童 青少年 乐龄以及多元文化 与屏东文学等设置专区 另外规划青市区提供得来速环舒服户 满足各年龄层民众终身学习需求 那最重要就是加了一个新的入口 那这个新的入口它是一个漂亮的玻璃盒子 那非常的吸引人 那直接面对着我们的马路 那未来就会做一个多功能使用 包括签书会啦 包括各种各式各样的展览 内部还会有一些贩卖的 一些贩卖文物或者一些餐饮的 二楼除了一般的书库区之外 设计空中阅读华园区 让民众能够敞扬在阳光中阅读 三楼则设置青少年专属区域 规划有笔电区 创客小间 动漫图书区等等 共产空间包含可以自己手作啦 还有未来可以讨论 这等于将图书馆从整个 原来1.0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带到3.0一个全新 可以在网络世代 能够更让大家更喜欢使用 未来屏东文学馆将进驻图书馆四楼 展示屏东作家手稿 以及搜集屏东县作家作品 此外也将设置多元文化专区 搜藏多国的语言书籍 县总图书馆5月14号正式开工 108年7月完工 改建后座位扩增为700位以上 幸福期待这座全新的图书馆诞生后 能够让民众亲近书香 增加文化教育竞争力 屏东新闻蔡立华卫德卫 采访报道 原账编资卫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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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廉